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 过去的两天虽然有 很大的台风在台湾 根据CNN可能过度的报导 说是地表上出现最大的台风 不过我想也是神的恩典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那个台风不太大 它却很大 那感谢主这一次 因着神的保守 我觉得也是神 这个创造台湾的时候 那个中央山脉产生很大的作用 每一次台风来 感谢主的恩典 对我们影响都不大 到目前为止台湾并没有重大的灾情产生 我们向神献上感恩 我们的福音队也如期的出发 刚才我们刚才已经报告过了 感谢神 盼望他们在宣教工厂 也像台风一样 有凌风吹过 我不知道前天晚上你感觉怎么样 当那个风在吹的时候 我们真的感觉到风有力量 对吗 风真的有力量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我们盼望圣灵在我们当中 也是如此 那今天我们要接续 6月23号 我在这里分享教会成长的下半部 请我们打开周报第二页 第二页 同时请你翻开圣经 使徒行传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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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周报 然后打开 使徒行传 第五章 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圣经 那上次我们提到使徒行传这卷圣经中的启示 它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录 而且因着圣灵的工作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这是人的写作 所写的也是真实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预言 它不是一个劝导人心的一个著作 它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却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把神的启示记录在里面 当我们对照教会 两千年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清楚地发现 教会的成长是有原因的 教会成长是可以找到原因的 感谢主的恩典 6月23号我们已经讲到了 教会成长有两个原因 请你看周报 第一个就是圣灵怎么样 全面的同在 全面的同在 在这个之前 圣父圣子 以他们在地上的工作 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 耶稣基督回到父那里去 他就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的感觉怎么样 你知道这个事 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保证 这个是多么宽大的恩典 说永远与你们同在 永远与你们同在 所以当我们去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 特别从使徒行传看这个教会历史的记载的时候 我们发现教会的成长的原因 是这么清楚的记载那边 第一个就是圣灵全面的同在 第二个就是信徒怎么样 怎么那么小声呢今天 信徒怎么样 同心合意 我相信可能你跟我刚才一样了 刚才唱诗的时候很用力对不对 你们没有很用力唱吗 你们都混一混的唱的吗 不是吗 我们都很用心灵和诚实唱这首诗歌对吗 感谢主 当我们看见教会成长的时候 我们读这段的圣经 我们也看教会的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圣灵怎么样 全面同在 第二个就是信徒怎么样 同心合意 我们从使徒行传四章的八节三十一节 五章的三节九节 这四节的经文 充分看见了教会的成长 在神那一方面的原因 就是教会成长内在或者潜在 看不见的原因是圣灵全面的同在 教会的成长内在的原因是圣灵的同在 而外在我们所看得见的 那就是信徒的同心合意 说到同心合意 我们上次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同心合意 这个是神定规 组织成长最主要的原因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 神定规了很多的事情 比如每上升多少公尺 大概温度就要下降多少 或者地表上面 地球上面有地心引力 或者说整个宇宙有万有引力 这个是神定规的 当神这样定规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这样成就了 我们以为只有自然界有这种现象 不 事实上在人文界 在人跟人之间 在神所创造的整个宇宙当中 也是有一些神所定规的 比如说什么呢 就是组织成长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同心合意 不仅是教会是如此 家庭也是这样 公司也是这样 国家也是这样 那还不要讲 这个教会就是 神所设立最主要 彰显他自己的地方 当然神的定规 就在里面非常准确的 可以表明出来 教会一个外在 我们看得见的 了解的原因 说教会怎么成长呢 那就是信徒的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是教会成长在人方面 或者我们所看得到的方面 最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的问题是在这样子 那到底是同谁的心 合谁的意呢 因为同心合意 那这个基督徒很快就会说 那当然是同神的心 同基督的心 同神的意 同主的意呢 可是 什么是主的心 什么是主的意呢 在多年服侍以后 我真的有一个很 很踏实很笃定 大概我觉得不会太错的 一个心得 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 如果我们要想同心合意 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学习让步 就是学习让步 因为只要不违背真理 只要不违背 不做违法的事情 这人的心 那人的意 其实差距不是太大 要这样做 还要那样做 你知道吗 如果你到某些教会去 你会觉得 他们教会怎么可以盖得这么 富丽堂皇 你在台湾 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教会 如果你到别的国家 你会看到有些教会盖了 花到多少钱 才盖一个教堂 如果你是属于那一种看法 跟它不太一样的 你会说教会为什么 花这么多钱 要盖那个教堂 要花这么多钱 可是如果你走到一个教会里面 你发觉那个教会 破破烂烂的 你又会说了 自己都住有天花板的房屋 教会却这个样子 有没有 你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的观念是 教会不用花这么多钱 做硬体的时候 你怎么看那个硬体就不顺眼 可是如果你觉得 教会应该用比较好的 教会不要用那最差的电视 都看不清楚 对吗 自己就用很好的东西 拿到教会都是用不好的东西 送给别人都是不好的 留下自己都好的 那你又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到底什么是主的心 到底什么是主的意 我不是说主的心 主的意不重要 我不是这样讲 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在讲说 主的心主的意的时候 我们更多人是看到说 我自己怎么想的 可是我觉得教会里面 大部分的事情 我们应该学会让步 有这么严重吗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再说一次 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不是说 不要开展职会 不要决定这个事情 不要决定那件事情 可是我发觉 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坚持我自己的意见 只有我的意见是最好的 其实我们不必看 五百年基督教会的历史 我们只要看最近几十年 我们甚至不要看 全世界所有的教会 我们只要看台湾的教会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教会同心合一就成长 教会不同心合一就不会成长 甚至退后 甚至就衰败了 我们看台湾的教会 最近二十年 哪一个教会成长呢 同心合一的教会 哪一个教会衰弱呢 不同心合一的教会 你不管里面谁对谁错 你不管它发生什么事情 同心合一教会就成长 不同心合一教会就衰弱 你知道有成立不到十年的教会 人数已经上千了吗 成立不到十年的教会 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你去检查 你去打考 同心合一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同心合一 这是教会的成长的一个必要的原因 因为这个是圣经的定规 这是神的心意 可是你看一个教会 那教会本来很好很好很好 为什么一下子下来呢 不同心合一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同心合一就下来了 那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 那几年前 我们教会在学习说 怎么样成长在那边追求的时候 有人就说 那不是我们教会的人说 说你看长老会一百多年了 都没有成长 我说不要讲别人 等我们一百年的时候再讲 听得懂吗 等我们一百年的时候再讲别人 那我不是说一百年后就可以讲别人 我的意思是 我们怎么敢讲别人呢 我们都还没到那个时候呢 亲爱的弟兄 你们因为这个缘故 同心合一是 非常教会 非常重要教会成长的原因 这是我们上次讲的 第二 第二 教会成长的结果是什么呢 教会成长的结果 请你写下来 第一 不信的人尊重教会 第二 相信的人进入教会 你说这个不是废话吗 怎么会教会成长的结果 是不信的人尊重教会 相信的人进入教会 你不要看这么简单的话 这个简单的话 从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的 不仅圣经里面归纳出来 而且你会发现 真实的状况就是这样 当教会成长了以后 不信的人会尊重教会 相信的人会进入教会 你说那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就是 当教会不成长的时候 当教会软弱的时候 不信的人轻看教会 信主的人也不一定进入教会 当一个教会健康的时候 当一个教会成长的时候 你会发现即使是不信的人 他在旁边看到那个教会 他也会尊重他 当一个教会健康的时候 他传福音的那些人就进到教会里面来 但反之 当一个教会软弱的时候 他衰败的时候 他不成长的时候 不信的人就轻看你 不仅如此 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 其实在这边信耶稣 他也不会进到教会里面来 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五章 十二 十三十四 我读十二 你读十三十四 我读十二节 你读十三节 十四节 主借使徒的手 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他们都同心合意的 在所罗门的廊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是有力量的 当教会有见证的时候 两个最明显的表现在 十三节 十四节 就是不信的人会尊重教会 即便他不信 但是他不敢对教会 有很强的意见 而相信的人会进到教会里面 当教会不成长的时候 却不是这样 最近我看到一个美国 所发出来的一个报告 是一些研究的报告 说美国的社会 它是普遍的调查 美国的社会对教会的概念 说教会是固执己见 教会是非常排他 那这是美国 美国的调查 美国的调查 不是讲台湾的调查 他说他是歧视别人 我们都怎么会呢 因为美国的教会 是软弱的教会 他们对百姓 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在这边 所听到说 哪一个教会 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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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只有非常少数的教会 是这个样子 他们绝大多数的 美国教会 是一个软弱的教会 因为这个缘故 不信的人就轻看教会 其实很多人信了耶稣说 我也不用去教会聚会 电视有多少是福音台 当然我们希望有电视 我们希望有转播 好像很多人 没办法来教会聚会 可是更多人 不想进到教会里面去 是因为教会软弱 我在电视里面 看不见软弱 我在电视里面 听见现实 我在电视里面 看见讲员讲道 我在电视里面 得到很多的东西 可是我不要进到教会里面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教会成长 一定有结果的 是人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是结果 不是目的 不是目的 我们不是说 我们教会人数要越来越多 不是 不是 而是教会的人 越来越多是一个结果 因为在圣经这里 讲了一件事情 信而归主的人 就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的很多 上个礼拜 我到一个人的家里去 去聚会 那他特别请我去 是因为他们想传福音 给一些人 那我就去了 我到那边去之后 那我们就几个人到 后来有一个爸爸 带着一个 就是一个丈夫 带着一个太太 带两个孩子来聚会 那个太太是已经信耶稣的 那两个孩子年纪都不大 就是大概十多岁 这样十多一点点而已 那他的妈妈就想传福音 给这两个孩子就带来 那天我们已经知道 是一个布道会 其实总数不超过十个人 可是是这样的 一对一的这样的传福音 那爸爸就来了 就带着 那我们就很开心 我们就祷告说 那爸爸 妈妈 儿子 女儿 都可以信耶稣 那妈妈已经信耶稣了 就是太太已经信耶稣了 来的时候呢 那个爸爸就把那太太 送进来 然后就把两个孩子送进来 就说我走了 我走了 这样子 我们说留下来吗 留下来 我走了 我走了 这样子 然后那个主人就邀请他 就说留下来嘛 聊一聊 那后来他就说 不不不 我送来就好了 你们要谈基督教的事情 我不参加了 我走了 因为我们桌上都摆了圣经 就先摆好的 我就跟他说坐下来啦 我说我们也不一定要谈基督信仰 对不对 我坐下来 留什么 就聊什么 以后他就不好意思 大家都叫他留下来了 他太太也说留吧 留吧 留吧 他就留下来 开始聊 可是在聊的当中 你知道除了我以外 讲最多话的就是这个爸爸 他起先跟我说 我一句话都不会说 那你们说我就听好了 可是就慢慢聊 慢慢聊 越聊越多 他就开始聊佛教 我就陪他聊佛教 他就开始聊基督教 我就开始陪他聊基督教 以后讲完了 讲到一个地步说 他说那这样子佛教 基督教比佛教有道理太多了 那我就跟他说 这个不是道理的问题了 道理是大家都有道理的 那就跟他慢慢聊 慢慢聊 他就说那基督教真的很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告诉各位 他太太的家里是个美好的见证 他先生虽然不信 不愿意信 也不想信 什么原因我们不管他 可是他的太太有美好的见证 所以他愿意送他的太太 送他两个孩子来参加这一个 这几个人的聚会 然后他也慢慢的就 因为这有面子问题 我一来就坐下来 好像是不是我要干什么 对不对 最后谈完的时候 我觉得是可以邀请他信耶稣了 可是我想我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可以不谈信仰 我们就随便聊聊 反正跑不掉的对吗 因为当教会成长的时候 不信的人不仅会尊重你 而且信了以后就进到教会里面去 这个是教会成长的结果 可是今天我们要把重点放在第三 教会成长的现象 教会成长的现象 教会成长是不是应该有什么 外在的现象呢 我们说有 我们说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仅使徒行传这样记载 如果我们研究教会历史 我们就会发现 使徒行传真的感谢主 那你阅读使徒行传 你越看这个世界 越看这个社会 越看教会的历史 我们就发现 使徒行传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记载 使徒行传是教会的准则 你可以从使徒行传当中 看见教会的成长 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所显示出来的有以下几个现象 第一请你写下来 就是治愈疾病鬼父 治病疾病鬼父 治愈疾病鬼父 我们来读第15节16节好吗 你请写下来 疾病鬼父是被很多的治疗 痊愈在一个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读第15节16节 我们来读第15节16节 当时怎么样的记载呢 15节16节预备请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褥子上 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 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残磨的 从耶路撒冷视为的诚意 全都得了医治 那这个是当时记载当时 教会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这样做 我讲不会 也是我们不会这样做 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 那我们通常不这样做 不这样做 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很会传福音 很会步道 或者很会讲道 或者很会服侍 或者很好的牧者 我们大概不会把病人抬到街上 或放在床上 或指望说某人的影子照到他 我们大概不会这样 不过这是当时的状况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如果发生 也不稀奇 也不稀奇 不过这只是在描述一件事情 就是教会成长的时候 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许多人认为使徒行传只是历史的记录 是 它是历史的记录 但它绝对不只是历史的记录 属灵的原则在里面 如果你的教会经过一段的时间 你就会知道这样的事情 我不要讲别人的教会 那都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 我们是听来的 二手的 我就讲我们教会 我在这个教会四十几年 神机其实不知道看到多少 疾病鬼附的好了 不知道看到多少 我就看到我们当中那个姐妹 她当时不是有个脑瘤 我们祷告到现在脑瘤又缩小了 还在吃药吗 开刀了没有 没有开刀 已经进到医院去了 要开刀了 神行神机起始 医生都吓一跳 多得很 我们教会有一个 现在在做阴控的 早上我还碰到她 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的小事情 小时候的事情 她说你问我爸爸妈妈 她不记得我记得 十六年前我到医院去看她 那个时候她长了一个这么大的 我如果记得没错 是十二公分的一个球 肿瘤在胸腔里面 你想六岁的孩子 七岁的孩子 胸腔里面放一个十二公分的球 她不是都压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吃了肋骨唇 头都滴滴的 很可爱 小时候很可爱 我刚才本来想开她玩笑的 你大的时候不是太可爱 她在做我们的阴控 非常认真学习 到她家 到医院去看她 肿瘤科 就推给外科说把她开掉 外科说你开玩笑 这么大一科 怎么可能开掉呢 就说推给肿瘤科 肿瘤科就给她做化疗 又说缩小了给她看 她说还太大 又还给她 就这样踢来踢去 踢来踢去的 有一天我去看她的时候 真的很可爱 为什么很可爱呢 因为吃肋骨唇就很可爱 听得懂吗 那个脸圆圆的 大大的 胖胖的 红红的 然后就在那边 我又把她头抬起来 就跟她讲话 你要把她轻轻地放下来 你不能手一松 她就疼下来 她那么一力气 整个软在那个地方 我那时候也抱一抱 她跟她爸爸妈妈聊聊天 那天我说 我跟她爸爸说 我送你回去 我们心里想 真的很可怜的一个孩子 送她爸爸回去 你知道她就跟我讲 她说李哥 我跟你讲一件事 我说 神告诉我 这个孩子一个月后就要出院了 我心里想 真的 我事后才讲了 没关系 我心里想 可能是会出院了 只是不知道怎么出院了 因为没有救 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 因为就在我 那一年我要出国去讲道 就在我出国去讲道 那一天我们在吃饭 在外面吃饭 有人请我们吃饭 我在外面吃饭 在吃饭当中我叫电话 他们就跟我说 今天早上开刀了 我说怎么样 他说医生你把刀开了 为什么 因为医生就说 已经够小了送过去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六公分 六公分还是不小 医生就把它开出来 咬住了他的气管 还是什么地方 还是血管 我忘了 就整个的咬住 可是他说打开了 又很奇怪 拨开的时候 没有吃进去的 整个拿掉 健康得很 现在还活着 这种神迹 在我们教会多得很 不仅有这样子的神迹 鬼附的也很多 我记得有一次 很多年 很多年前的 二十年前 有一天我接到电话 我们教会 有个弟兄姐妹 打电话给我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请你赶快过来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们在教会一楼 我说怎么样 他说某某人被鬼附 我们正在赶他 赶了很久了 我说你怎么 现在还通知我们呢 他就说 因为我们想说试试看 后来我们赶了一段时间 就没办法 我们去找了某某人 那个时候是 很会赶鬼的一个 在台湾很有名的牧师 他说他来赶鬼 我说好好好 我说我马上就过来 我就问他说 那你们找了正长老没有 那个时候正家长长老 是我们教会的执行长老 他说你找他没有 他说我们还没找他 我说你怎么不找他呢 他说因为我们找了一个 很会赶鬼的牧师来了 他赶不出去 我说那我们教会 都没有长老在吗 他说没有 我说你赶快请正家长长老来 他就赶 他就说好 他马上就过去 正长老比我还早到 事后告诉我 我不知道今天正长老在这边 我想我应该不会记错 不然我怎么会有幻想症呢 他们告诉我 正哥进来以后 进来之后就为那个人祷告 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了 他说我马上就赶出去了 他们问我说为什么 很简单吗 他说我们的执行长老 你要搞清楚地盘是谁的 对吗 我这样讲 不是在开玩笑 我一点都没有在开玩笑 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 有一个老牧师 你们都应该听过 如果你信主够久 这就临到量 他说你赶鬼的时候 不只是恩赐 赶鬼是一个权柄 是谁有权柄的问题 当然是基督有权柄 当然是上帝有权柄 当然是圣灵有权柄 但是圣灵在什么地方 给什么人权柄 这个有讲究的 我们今天不是讲魔鬼学 所以我们不讨论那个问题 感谢主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一个教会健康了之后 当一个教会成长的时候 这种事情很多 很多 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人疾病被医治 我的父亲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讲太多次了 你们都不想听了 可是对我们家的 那个太真实了 医生已经宣布三个月 绝对不会超过一年 可是我爸爸又活了十八年 那医生实在是 我爸爸满七年的时候 那个医生也真的不会讲话 我觉得做医生 不要只懂得医术 也要有一点点的人情世故 对吗 他跟我爸爸怎么说 满七年 他说李先生恭喜你 你的病好了 你的肺腺癌已经完全过七年 把所有的换掉了 所有细胞都换掉了 他说你如果将来 还死于肺腺癌的话 就不是这个肺腺癌 怎么可以说别人 怎么可以说别人 将来还要死于肺腺癌呢 可是你知道他的逻辑没有错 他的思想没有错 他非常的单纯的告诉你说 你已经完全的痊愈了 这个是个神迹 后来曾文艺弟兄跟我说 他说他是李健 他说你请你爸爸 把所有的病例调出来 全部把它写下来 所有的照片全部都写下来 他说这个在医疗界里面 是非常准确的 就定义是我们医生 不能解决的问题 曾文艺医师 第一堂参加在这个张东 我也讲了这件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里面有治疗 有疾病鬼附的事情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医生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医生 我自己看病 我身体不好 我马上打到给医生 我不是说医生不重要 医生当然非常重要 可是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 成长的过程当中 在教会里面治疗 你治愈疾病鬼附 一点都不稀奇 因为这世界是上帝造的 这个身体是上帝造的 你们都不阿门的 有一天你就会需要 你不要不阿门 去年的十二月多 我在美国的中西部讲道 外面下大学 我身体非常的痛 痛得不得了 我解释给别人听 别人都不敢相信 我痛到不行 我后来我就有一天 我在睡觉的时候 十二月三十号 三十一号的时候 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就跟神祷告说 我痛得不得了 我除了讲道 只能躺着 后来我就到了纽约 一个朋友家住在那边 等一天我就坐飞机回来 因为要过夜 我就到朋友家去睡觉 我要睡觉的时候 我以为 我用我以为比较准确 对不对 神跟我说 我治疗你了 我治愈你了 你的痛好了 我从这里痛 痛到背后 全部都痛 就这半边半边 这边不会痛 就这边背后痛 我醒来我就很开心 我就跟神说 谢谢你治疗我 可是还是会痛 问题是你说 你治疗我了 或者我应该说 我感觉你说 你治疗我了 可是我没有好 以后我就跟主说 那我只有自己按手了 没办法 因为这里没别人 半夜我就按手祷告 我就一直祷告 我就真的诚心祷告 因为我没有路可以走 我还要坐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而且还要转飞机 不是直飞的 我就不得了 我就跟神祷告 我真的是求神医治我 奇妙的这件事情 祷告完了以后 我按手的部分这边 全部不痛了 没有按到的部分还在痛 我真的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我就跟主说怎么会这样 以后我就按手在那个 还会痛的部分 就祷告完了 我是真的祷告 然后我就拿起来 这边又不痛了 别的地方还在痛 我只有这样子按 这样子按 一直按 按到后面没有办法 右手都用完了 只好用左手这样按 有些部分按不到 你说这不是有点怪怪吗 对不对 有点怪怪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 我非常清楚知道 神要让我经历到 一件奇妙的事情 就是我不是你能够想得通的 我们太喜欢想通神 你知道我一共多久吗 我后来就上了飞机 等我全部按到后面 后面都好了 这边又痛了 我一共按了七天 一直这样子按 按完换这边 等到我按到后面 后面都好了 这边又痛了 又从头开始 就这样子 七天 我后来就全部好了 你也可以说 这是身体的好的过程 我也接受 我敬重你的想法 可是我自己的经历 我只能说这是真的 那你可以解释 跟我不一样 但这是我的经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在教会在成长的时候 疾病的 鬼父的被治疗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第二 当教会在成长的时候 充满神迹奇事 请你写下来 神迹奇事 充满神迹奇事 十二章的第 十二节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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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念好不好 十二节 预备 请 主借使徒的手 在民间行了 这里提到 主借使徒的手 在民间行了许多 神迹奇事 主要的是在 描述使徒行传第五章 一到十一节 所记载 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事情 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事情 是教会历史 一个很特别的事件 因为亚拿尼亚跟撒菲拉 在彼得的责备之下 马上就死了 这件事情稀奇吗 我告诉你不稀奇 不稀奇 有人说太可怕了 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 真的很可怕吗 其实不然 其实不然 为什么呢 初代教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显明神能 你说那在今天的教会 怎么没有见过呢 不是没有见过 是我们少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神没有这样做 更大的可能 是他宽容我们 不是他不能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神能用神迹歧视 施行惩罚 我们很惊讶 我们说神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他能惩罚 却在人一直继续做恶的时候 用无可测舵的爱 来宽容 这是更大的神迹 听不懂吗 今天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为什么神不处罚恶人呢 为什么神不用 神迹歧视的事情惩罚呢 我们很惊讶 在神可以惩罚的时候 却在人 不断地继续做恶的时候 用无可测舵的爱来宽容他 这是更大的神迹 当我讲神迹的时候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我在这个教会已经讲了 二三十年的道了 当我讲神迹的时候 我永远都是用这个定义 神迹不是歧视 神迹是神所做的事 神所做的事 今天神为什么不惩罚一些恶人 在我们当中呢 我讲的不是我们教会而已 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 那是因为 神用无可测舵的爱来宽容 这更是神迹 我们要敬重神 神所做的事 不像我们所做 可是你说 神有没有一些歧视 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看见的 有 有 很多年前 我在美国讲道的时候 接到一通电话 我平常都不太接人家电话 在美国 因为他打到台湾来 结果我在美国接电话 那钱都是我付对吗 可是我一看到那个人 是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我想他找我一定 有很紧急的事情 我就接起来 我就说我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事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想请教你一件事情 我说什么事情 他说我妈妈跟我说 他妈妈年纪很大了 八十几岁 是个非常好的老人 非常可爱 然后打电话给我这个人 也大我十岁 大我十岁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妈妈说 他要生前做追思礼拜 你看可以不可以 我说什么叫生前做追思礼拜 他说他妈妈 跟他儿子说 我要先做追思礼拜 我说我没听过 他说所以你的意思都不可以 我说我没有说不可以 我只是我没听过 后来我就跟他说 弄清楚的人到底怎么搞的 后来他就弄清楚 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妈妈是真的 要做追思礼拜 他说因为他的子孙 都分布在世界各地 在美洲 在南美洲 在亚洲 在大陆 在欧洲的 所以他要希望 他们全部都集合起来 在他生前做追思礼拜 他说因为如果我死了 再做追思礼拜 你们不一定赶得到 那我有话也不知道怎么对你们说 当然有的人用录音的录影的 对不对 他说我不如来当面跟你说 所以他就说定一天 把他全部的儿女 子孙 全部四代 全部找回来 他要做追思礼拜 他就问我 我说我是没有听过 不过看起来他的心意是好的 他说人家会不会说我不笑 我说这看两种讲法 对不对 第一种 你做这种事情 有人会感觉你是咒诅 你妈妈死了 这是不笑 我说同另外的角度来讲 你妈妈已经讲了 这么样的用力了 你还不听也是不笑吗 后来他就说好 他就说好 以后他就做追思礼拜 他追思礼拜 他就把他的子孙 全部都找来 而且他们那个国家规定 人死了以后 几天之内必须下葬 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遗产还没有摆平 都不下葬的对吗 可以多少年了 不下葬的 他的国家不行 他就规定你 十六几天要下葬 以后他就把他儿女 从头都找来 找来 那天就开 开追思礼拜 他儿女子孙 全部都来了 从各国回来 然后他就请了一些亲朋好友 教会的弟兄姐妹来 然后他自己讲道 他讲完了以后 就跟他们所有人说 我现在是对我的 我名下所有的子孙讲 不是我名下所有的子孙 我不是要对你讲 我的名下所有的子孙 有没有到现在为止 我这样讲了以后 你不信耶稣的 如果你有不信耶稣的 请你站起来 谁敢站起来啊 对不对 他是他们家年纪最大的 长辈对不对 他这样讲 怎么敢站起来 我不应该讲不敢 不敢 这好像是有批判人的意思 就是没有人站起来那一天 以后他就说了 那感谢主 我给你们讲 我给你们最大的礼物 我给你们最大的期望 就是你们全部都信耶稣 感谢主 我的儿女 子孙 所有都信耶稣了 就这样子 这个老人家我非常喜欢 他的想法都跟别人不一样 我当时到那个国家 去讲道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以后每一次来 我都要来看你 我就跟他这样讲 他就说 他就说 好 其实我去都为他祷告 可是我有点点私心 因为我喜欢跟这个老人家在一起 你知道有的老人家真的非常可爱 你跟他讲一句话 他不需要讲很多话 你就得到很多生命的供应跟造酒 也我就跟他说 我就每次去看他 有一天我又去了 我去到他们家 那天我太太跟我一起去 进去他们家以后 他就说 李长老人家请坐 每次都是我坐在客厅里面 他就把他妈妈请出来 这样子 我就坐在那边的时候 后来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年纪比我还大好多 因为他的儿子都比我还大了 然后他这个女儿 比他的儿子还要大 他的儿子大我十岁我想 他的姐姐就出来跟我说 李长老师母 我妈妈请你进去 我就有点吓一跳 因为每次都是他出来 不是我进去 我说我怎么会进去 进去做什么呢 他说我妈妈在房间等你 我就跟我太太进去 我到他房间的时候 他已经躺在床上了 我不知道他生病 我不知道他生病 然后他就戴了一个口罩 就躺在那个地方 那我就跟他说 母母妈妈你好 就跟他聊天聊天聊天 然后他也跟我 做一些手势 因为他戴了口罩 我想说大概就是感冒 什么不要被我传染 或他很weak 我们外面的人去 他戴个口罩以示安全 因为他躺着 我还搬个椅子给我坐 我就这样子看着他 就这样跟他讲话 后来他就跟他的女儿做手势 叫他女儿把他的口罩拿起来 他的女儿就跟他说 妈 你没有拿口罩给别人看过 你真的要这样吗 他妈妈就说 叫他把口罩拿起来 结果他那个女儿就跟他说 妈 他说你不要了 只有我们家人看过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后来他妈妈就要 就拿起来 把我吓一跳 他得了癌症 从他的喉咙哪里 我不知道长出一个黑黑的碳 一样的东西 真的很黑 我告诉你 跟这个一样黑 像碳一样长得不规则 好像结晶 我看不太清楚 因为他就长 从喉咙里面长出来 就这样尖尖地长出来 我看了吓一跳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这样 他也没有 他没办法讲话 他女儿就跟我讲说 他得了癌症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听说痛不痛 他说不痛 他女儿说我最大的恩典是不痛 很感恩 很感恩 后来他女儿就说了 他说 可不可以请你为我妈妈祷告 我说那当然 每次都为他祷告 他说不是 我妈妈希望你为他能安息祷告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你曾经跟我们说过 你在你们教会 如果有弟兄姐妹 非常的痛苦 到最后了 你也为他们做这样祷告 我说那要他们全家同意才行 而且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必须他们全家都同意我才敢做 而且那是我们的教会 我当然可以做这个事情 你又不是我们教会的人 你没有自己的主任牧师 要找你们的主任牧师来祷告 他说不是 他说我妈妈就是要你祷告 以后我就跟他说 我不能为你祷告 他说 我说你必须你全家都同意 他说我们就知道你会来 所以我们已经全家开过会了 说同意 你为他祷告 我还是不敢祷告 后来他就他蛮坚持 他说李长老 他说请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后来我说我要跟你儿子讲话 没有 我就跟他我要跟你弟弟讲话 他马上拨电话给他弟弟 我就跟他说 我说某某人 我说你们家这个决定是真的吗 他说是的 他说所以我们请你为他祷告 我说不要 到后来又来找我 真的啊 在我们家 在我们教会 至少有三个还是四个 三次还是四次 我非常清楚的 最好这样子祷告 你知道都是非常短的时间 这就安息了 都是我在做执行长老的时候 以后他就跟我说 真的要我为他祷告 我就说好 我就为他祷告 可是他妈妈这么健康 这么好对不对 可是他就说他要走 那他说他已经预备好了 我就把他祷告 祷告完了 我就跟他妈妈说 我说我去跟他聊天 我就跟他说话 我说我还会在这边几天的时间 我先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我再过来看你 他就跟我说 他没跟我讲话 他就说 他说你不必来看我了 我就走了 我说怎么可能呢 我就跟他说 因为我想说人有时候在生病里面 很弱嘛 很负面嘛 我就摸着他 我说摸摸妈妈 我说不会的 我说你的儿女希望你健康起来 然后我们就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这样子 然后他就跟他说 而且是很温和的 后来我就 我当然就跟他聊天 然后我就跟他妈妈 我就出去跟他的女儿 跟他的女儿到外面 他就说 走了走了 我就跟他说 照顾好妈妈 怎么样怎么样 我出去 不到48小时接到电话 他说李长老 你赶快回来 他说我妈妈已经安息了 我说怎么会呢 你知道那个区域 他们安息礼拜是要做好几天的 好几个晚上的 不像我们这里只定一个晚上 他说好几个晚上有追思礼拜 有一个话说 他说第二天晚上追思礼拜 是你主持的 我说好我就回来 我就来了 我到了那天 我就跑到他的 他们那个viewing 就是他们的那个 跟台湾不一样 他们的叫什么 瞻仰仪容室 他都摆在那边的 不像我们是 聚外玩 大家才去看 他就摆在那边的 我一进去 他们就来李长老 先来看 我过去看 我吓到了 很慈祥 很完全健康的 他们说我告诉你一个神迹 他们说 他说你走了以后 那一个黑的东西 就慢慢的萎缩 你不能不说 这是神奇妙又奇妙的作为 他说是慢慢的萎缩 不是一下子不见 就慢慢萎缩 说到他嘴巴可以合起来 然后就 完全就外表看不见 然后什么都没有 也看不见了 他天天晚上睡觉前 他就叫他的用人 就帮他洗澡 换好衣服 穿了一件他最喜欢的衣服 然后躺在床上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把手放在这边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用人就走了 早上那个用人进来 他妈妈已经安息了 有人这么好命吗 天大的恩典 你们羡慕不羡慕 将来如果我这样 我就感谢主了 自己都知道 都预备好了 然后还换了衣服 还躺在那边 还把手先摆好 我看到他那个脸 我真是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 我说没有这么好命的 没有这么好命的 感谢主 聚完会结束 追死礼拜结束了 他的儿子跟女儿就过来 就拉着我的手 儿子跟媳妇 那个媳妇就跟我说 李章老我再跟你讲一个签证 当我妈妈做完追死礼拜 就是上一个追死礼拜 活着的时候追死礼拜 就跟我们说 他希望你来帮他做追死礼拜 他说但是我先生就指他 他就说你 他就跟他先生说你 就说不可能这样子 然后他先生说当然不可能 因为我们国家去 他们国家是要签证的 而且他说李章老在哪里也不知道 我们不能先定日期对吗 他说妈妈也不知道哪一天要走 而且妈妈是不是没有身体不健康 我们怎么定日期呢 所以他的媳妇就说我们祷告 他的弟兄就说好祷告祷告 然后他妈妈就说要找李章老 你们跟你长老讲了没有 他的儿子根本没有跟我讲 他说怎么跟人家讲 说我妈妈追死礼拜 说请你来 那这怎么讲呢 后来他的媳妇就跟我说 他说李章老 他说我妈妈真的是爱主 单纯 身为她所预备的 是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没有听过 人心也没有想过的 他说你看 你不是来帮她做追思礼拜了吗 我去帮她主持了追思礼拜 弟兄姐妹 这样的神迹启示在教会里面 不会少的 你千万不要不信 我在这里没有要用很多的神迹奇事来吸引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们心中的神比真正的神小太多了 我们总以为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总以为他通过我们的理智 不是 问题是我们的理智 是值多少钱 我们的理智是多了解这个世界 去读读 约伯记 神对约伯所说的话 有哪一句我们能回答的 所以约伯就不回答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成长有这样的事情 一点都不稀奇 不仅这样 第三 教会成长有个现象就是 不惧外来逼迫 请你写下来 不害怕外来逼迫 不害怕外来逼迫 17节到42节很长 我们不都念 不怕外来逼迫 教会成长有几个现象 第一个是许多的疾病 甚至为鬼附的得了医治 第二有许多的神迹奇事 发现在这个教会当中 第三就是 虽然遭遇外来的逼迫 弟兄姐妹却不惧怕 弟兄姐妹 当教会被逼迫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害怕的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会害怕 我们不怕是因为 那个事情 没有大到我们怕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不怕死 对 你可能不怕死 可是你很怕蟑螂 对吗 你很不怕死 可是如果告诉你 你死以前要20年 躺在床上 你怕不怕 有人说我们不怕 是我们不了解怕什么 可是在这边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外来逼迫 教会是一定会有的现象 所以请你写下来 A 外来逼迫 不会停止 外来逼迫不会停止 外来逼迫不会停止 四章一节到三节 那里写到了 他们第一次的被逼迫 五章的十七到十八节 又写到第二次的被逼迫 第一次的逼迫 是因为他们医治了 那个生来瘸腿的 以后他们在亚拉尼亚 撒菲拉事件的时候 又被逼迫了 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两个逼迫的事件 逼迫他们的人 都是同一批人 都是同一批人 就是撒都该人 祭司家族的人 就是当时得势的那一群人 他们上一次不是无功而返吗 上次不是要逼迫他们 没有逼迫成功吗 怎么又来了呢 亲爱的弟兄 你们这就是这个世界 对待神的教会的 正常的状况 就是逼迫永远不会停止 历代教会都是这样 从来没有停止过 逼迫有的时候是政治性的 有的时候是社会道德的败坏 让教会也腐败了 有的时候是教会内部 有人被迷惑而制造的内乱 也有的时候是教会领袖 个人的失败 教会领袖的骄傲 教会领袖的嫉妒 教会领袖的犯罪 使教会受到逼迫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无论如何 外来的逼迫绝对不会停止的 我们不要因为 教会现在比较健康了 比较成长了 比较安稳了 我们就忽略这件事情 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 教会的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二请你写下来 外来的逼迫神有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来读第19到21节 第一句好吗 19到21节A 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 因为太好了 19到21节A 我们在这边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因为当他们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 领他们出来 有关于这里的主的使者到底是天使 有人这样讲 或者是在猜忆当中 有人是基督徒 或者是同情基督徒的人 偷偷地把这个门开了 把他们放出来 我们没办法确定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守住这个监狱 就是怕他们跑掉 就如同当时耶稣在坟墓里的时候 罗马人就说了 或者是说 犹太人就跟罗马人说 他们会说 他们的主复活了 所以要派很多人把守 你知道那时候派很多人把守 可是监狱 坟墓的门还是打开了 今天也是这样 监狱的门打开了 谁打开的我们不知道 不过有意思是我们可以确定的 这个监狱的门打开是神的作为 是神的安排 是神的救赎 是神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 外来的逼迫是不会停止的 可是在外来的逼迫当中 我们看见神有恩典 神有恩典 二十一节我们就清楚地看见 他们毫不惧怕外来的逼迫 他们仍然就去到圣殿里面 去教训人 去传讲真理 第三 第三 不惧外来逼迫 还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 第三点 外来逼迫圣灵同在 圣灵同在 虽然神有恩典 但面对外来的逼迫也是很不容易的 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候 我们更感谢神的心 看到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再讲一点点 有关圣灵的真理 我们很多时候觉得 圣灵跟我个人有关系 我们忽略掉圣灵 跟我们团体有关系 我们总觉得圣灵的恩赐 医病 赶鬼都是给个人的 恩赐 会领会 会讲道都是给个人的 有行政的恩赐 有怜悯人的恩赐 都是给大家的 可是圣灵更多的恩典 是给全部的会众 两个礼拜前 我们敬拜部开会 就讲到说 就讲到说 领会就在那边讲说 领会是多么的 需要圣灵的同在 讲员是多么需要 圣灵的同在 可是我们也谈到一件事情 这是同样的 今天是师民领会 第二堂也是他 第三堂也是他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第二堂跟第三堂完全不一样 很奇怪 很奇怪 领会的人同一个人 我相信他里面讲的话 他都是预备好的 就如同我的奖章 早就写好了 我不会等到今天早上 还拼命祷告 没有 昨天下午就有人约了我 要跟我一起谈 这十几年来的状况 要我为他祷告 给他一点建议 我就说好 他来到我家的时候 下午三点钟 他就跟我说 李长老不好意思 你明天要讲到 我拥有你的时间 我说我已经预备好了 我说我知道你要来 所以我早上就 全部预备一遍 早就写好的奖章 早上我全部再预备一遍 以免我们谈的时间太长 那万一晚上 我没有时间再预备一遍 我就预备完了 到了晚上九点钟 有一个人写信给我 他说李长老 你明天要讲到 你奖章预备完了没有 我真是感谢主 有人很关心这些事情 这个是爱主的表现 我说我预备好了 我说我今天要早点睡 三堂讲下来 体力很需要的 我说我早点睡 九点多 我就回答信 我说谢谢你 我讲到早上就预备好了 可是第一堂 第二堂第三堂 一样的 而且都在今天 都在我们教会 讲起来完全不一样 如果恩赐是落在个人的身上 那么应该一样 对吗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你们听不懂吗 懂要点头吗 不懂要装着点头吗 当然恩赐是给个人的 可是我们忽略的圣灵 是与我们众人同在的 今年五月我在一个地方讲到 连续三天晚上的陪灵会 我第一天晚上就讲到 讲到 我觉得预备得很好 可是绝对讲不出去 我讲完了以后 送我回去的 一个弟兄就跟我说 他这个教会的老同工 他就跟我讲 他说李长老 他说今天你讲到真的很好 他说我们得了很大的感动 可是我没有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他们两个 每个人的脸都没有表情的 感动会笑 感动会哭 又不哭又不笑 都没有感觉的 就这样子讲上去看着我 然后我就很难过 他就跟我说 他是李长老 他说今天你在我们教会 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说我看不出来 我回去就很难过 就拼命祷告 然后我第二天又预备 预备 然后我又去了 第二天又没有反应 全部都没有反应 我就很难过 后来他又送我回去了 他说李长老 他说这几天 然后这两天 他说我听你讲道 听了十年以上 这两天你的讲道是 我从来没有听过的 他说太好了 他说给我最大的悸动 那天他讲说 他说以前我都不太有感动 我以为我讲到 他都一直有感动 原来他以前都没有感动 他说这一次 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说真的吗 我说我都没有感觉 你知道他回答我一句话 他说你知道吗 为了这一次教 为了这一次讲道 我们教会有多少姐妹们 长期跪着为教会祷告 我吓一跳 我以为是神给我的恩赐 可以帮助人 原来是祷告出来的 他跟我说 我们有多少姐妹 因为教会软弱 这一次来布道 你来培林的时候 我们有多少姐妹 长期用膝盖祷告 让你的道 神的道可以让我们都得着 你知道三天过去之后 他们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们都得了很大的保足 这么多年来 没有这么大保足过 所以我请问你 圣灵是与谁同在 你不能不说与个人同在对吗 可是圣灵与谁同在 与我们全体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直忽略这件事情 圣灵是教会的圣灵 圣灵不只是个人的圣灵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外来的逼迫圣灵同在 最后写下来我们就结束了 外来的逼迫有奇妙的改变 有奇妙的改变 如果我们读33节到42节 很稀奇的一件事情 当那个时候33节 工会的人很恼怒 要杀他们的时候 34节有一个法利赛人 名叫加玛列 听过这个人吗 他是保罗的什么 保罗的老师 那时候保罗还没出来 保罗还在做坏事的时候 是众人所 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在工会站起来 以后就把他们救出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最奇妙就是这一段 这位加玛列 事实上是保罗的老师 他突然站起来 为基督徒发声 他其实不是基督徒 他是不信基督的 我们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会如此 是神突然改变他 是神感动他 还是他自己本来的思想就是如此 但无论如何 加玛列讲得太有道理了 对谁而言 对祭司 对杀毒该人的角度太有道理了 这种讲法太具说服力了 对他们而言 很稀奇一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整个局势就改变了 我们相信外来的逼迫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 就离开我们了 可能是因为某一个人的作为 可能是某一个思想 或可能是某一个环境的改变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外来的逼迫 神如果要改变就改变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求主让我们知道 教会成长是有现象的 我在说医生非常的重要 刚才还有一个医生拿药给我 我是最乖的病人你知道吗 我的医生叫我怎么吃药 我就乖乖的吃 可是我相信 大部分的基督徒医生都承认 医生尽他的本分 神施行拯救跟医治 对吧 不仅如此 神迹奇事充满在那里 不要稀奇 最后我们必须知道 外来的逼迫 绝对不会停止的 你放心 这世界怎么可能 轻易放过我们呢 但是不要害怕 外来的逼迫 虽然不会停止 可是神却有美好的恩典 圣灵来同在 整个教会就改变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祢献上满心的感谢 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向祢献上感谢 为我们个人献上感谢 为我们的家庭献上感谢 为我们的遭遇献上感谢 为我们的经历患难痛苦献上感谢 因为祢是掌权的主 祢是我们的神 祢是教会的救恩 祢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向祢献上感恩 主要我也在这个时候 特别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 主要为我们的身体 为我们的灵命 为我们的精神 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 求祢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更多经历祢的同在 我们更为这个教会祷告 这个教会是 你用重价所买书回来的 这个教会过去有你天大的恩典 圣灵常常动工在这个教会当中 主要我求祢圣灵不仅全面同在 而且让我们弟兄姐妹 彼此同心合一 到有一天这个教会被人尊重 到有一天信的人涌入这个教会 主要我们为这个教会祷告 我们也相信逼迫 外来的逼迫 可能出于我们自己的问题 也可能出于别人的错误 主要可能出于政治 可能出于社会 但是我们忠心的倚靠祢 我们相信有一天 主要祢要在恩典当中 来彰显祢自己的荣耀 主要弟兄姐妹来这里的敬拜 用口用心用奉献用时间 主要都是回报祢爱的万一 求祢悦纳 我们也要分散 巴不得我们在分散以后 在这个礼拜当中 我们活出祢 要我们活出来的荣耀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 谢谢主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 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和神的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